大炼钢铁 百事两行全歇业了 唱戏得不唱了 说书得不说了 天天放卫星 干嘛炼钢铁 这个 每个单位都修好几个小高炉 又比房子高一点那小高炉 请一个济师来 这济师可能会看火号 天天我们都成了炼铁工人了 也不让回家 起早贪黑的 就整胶子 整没练 哪来的铁 谁会练 家里头有铁线铁 哪怕这个抽弦的 拉手 门划罐撂掉 就线 到那块去画 这是您又说了 完了还让我们去偷铁 我得安钢 爬铁丝网去偷铁 偷完回来 拿大锤砸碎 再练 都是铁爸爸 那一练你说是什么呀 第二天 这就放卫星了 胡说八道 哎呀 好消息 喜庆 我们又放了几颗卫星 多天晚上我们单位又练出多少铁 敲锣打鼓 送喜报 往区政府送 区政府汇总之后了 又敲锣打鼓 往市政府去报 我这一看 这什么呢 这是 层层欺骗 胡说八道 当时我那火大了 我说你说说书不让说 没事练钢铁 谁学过 而且隐瞒成绩 这胡说八道 这不是往上报 哪有那事 去偷铁去 那是你练的 有那那铁就留着得了 还把它砸死去练 哎 在哪儿那个树木 我怎么没看着 这就报卫星 我说这七上蛮下 这还好得了啊 结果善心人就成了 现行反革命 就